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的那个gQuery 迷你gQuery的实行 在实行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那个对象型 宿主型对象是怎么实行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gQuery我们选择器选择的结果呢 通常就是一个 一个宿主型的 是不是 所谓的宿主型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方是定一个对象 它可以这样访问 比方说O-0 然后有一个字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怎么做的呢 必须要把这个了解啊 因为我当初学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很好奇啊 等你了解之后 其实发现你也挺简单的啊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来定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的话 你肯定是不会有什么 可以-0-1-2这样访问的 那是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这里定一个宿主 等于 4-5-6 这样 这样写完了之后 你怎么样 把这个对象变成一个宿主 你可以这样写的啊 比方说我们这样 4-循环 比方说也要 i等于0 然后 i小于 比方是3 甚至是我们把这个宿主的值呢 就整个考不到这个对象里面去 当然这个宿主完全是不必要的啊 如果你创建一个对象型宿主 其实结果也很简单 比方说是什么呢 o-0等于5 然后o-1等于6 这样就是已经是有了是不是这样 然后你再加一个o.nense等于2 这样就是一个对象型宿主了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这样的啊 这比较简单做起来 如果我们稍微做复杂点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比方说把这个宿主的东西呢 拷贝过去 那你就是 a-r.nense 然后i++ i++ 然后在这里呢就写上这样的东西 怎么样 o-i 这样是不是给它添加了 对象添加了一个属性 名字叫做012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就像你给它负个值就可以了 比方说等于数主的第0个人数 这样一运行 那我们的结果就有了啊 当然这个纪念的页面是个普普通的页面 这个脚本呢 根本就不需要用它 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测试一下 看一下o的那个情况 o输出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的确确是有012 这样东西 但是我们就少了一个lens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加上一个o.lens 然后就等于a-r.lens 就这样 那你就可以测试一下 好 认识一下 然后o 这是不是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gQuery 一个对象 我们也可以印证一下啊 gQuery 比方说我们这里 也认识那个脚本 返回 它这里有0 dfa1 dfa2 lens2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对象形式就是这样实现的啊 这种实现呢是比较精进的啊 gQuery它内部的实现呢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呢 比方说我们前面给它添加了一个 创建了一个对象 是不是 它是调用那个宿主里面的push方法啊 宿主里面push方法你怎么调用呢 你push方法是你有了一个宿主 比方说a farr arr 等一个宿主之后 然后arr 点push才可以调用 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知道push方法是宿主对象的一个方法 那么你 你不想 重新定义一个宿主的话 你就必须怎么用呢 array 这个宿主这个构造器 是不是 array array 突然不知道这个单子怎么拼了啊 点那个 因为你要访问它对象 所以你就需要访问到它的软型 prototype 然后点 那个push push方法 然后你就调用这个方法 但是调用的时候要改变那个类似的指向 如果你直接调用的话类似 你要处理一下 是不是 所以你就调用 点call或者apply 这里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个apply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恢复过来 也是 或者说我们这样啊 frdfs等于document 点getelementelementbytigname 然后这里呢写上一个dfa 就是把所有的dfa标记得到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dfa所有的内容呢 就加到这个对象里面去 跟那个gcquare刚才一样啊 这样apply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你就需要改变 这个前面我们都学过了 是不是 这种方式 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继承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nase呢 就改变一下了 这个nase呢 就用那个o 来指代 然后这个有个参数 参数的话 apply的话是输注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把dfs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这行代码返回的 就是所有的dfa标记嘛 好 加进去 加进去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啊 把在这里刷一下 然后你可以输入一个o 看一下 的的确确 它有01 然后有两个dfa 它也自动的帮你把那个长度呢 设置为2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页面的话呢 它就只有那个 两个dfa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 这也是一种创建对象型素主的一种方式啊 这种正向方式呢 机魁尔的那个软代码的注释里面 他就说这种方式是最好的啊 最性能最高的一种方式啊 这就是所谓的对象型素主的一个创建 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啊 下次我们就 开始做那个 击溃着函数的事情了啊 谢谢大家